美国已经 川普只是副总统 当成武汉肺炎的总指挥 也就是他们也非常的重视 美国的病例数已经到60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台湾 第32个病例 它是一位非法的印尼的康护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 他去接受什么人 所以政府干脆把他的行踪做公布 大家看看 你没经过厉害吗 那个时间 来我们来看复习 手上插着针管 口罩拿下 对着镜头摆出各个表情 挑眉及眼样样来 时不时对嘴唱 手机拿起又放下 他疑似就是确诊的第32例 非法印尼女看护 在医院隔离 却又在抖音直播 当然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 它大概是有两段 是我们可以掌握到的 指挥中心宣布 第32例印尼非法看护行踪 包含新北台北都有他的足迹 不少人会聚集在台北车站的黑白隔 这边聊天 但这里也是印尼籍的老公还有看护 假日会聚会的场所之一 印尼看护长英转车经过台北车站 从2月16号开始 晚上6点他从大平林捷运站到北车 再转火车到树林火车站 7点多搭蓝38到东升公园走回家 17号又去过北车地下街 竹围 士林龙山寺检佑站 还逛了西元路一段 18号再到板桥火车高铁站 隔天到景安检佑站 后转继承车到B医院 照顾新雇主 2月19号到2月24号 接触者23人 裁检23人 12人阴性 区域在检验中 至于2月16号到2月19号 属于就是说 可能有接触不特定的对象 跟他的行踪我们比较难掌握 非法印尼看护接触对象多 计程车火车 捷运公车通通都搭过 居住民一公布路线轨迹 要民众提高警觉 好 大家一定会想说 一个人而已 为什么要这么斐钢 因为不能有破口 那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 为了厘清外籍看护 他在2月16到24号之间 活动室跟接触者 经过卫生警证单位 密切调查 他的活动以后 轨迹发现 个案在这个时间跟地点出现 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在这些时间 也在这些地点的人出现的话 那你请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如果有疑似症状 拜托你 更快戴口罩去就医 来来来 2月16号 他坐计程车到大平林捷运站 转捷运至捷运台北车站 夭壽 他才旅游的吧 一天就四种交用工具了 可是我先请教署长 他的行踪我们怎么有办法掌握到时间地点 这么精确 这个病人 他好像三十几岁而已 所以他对这个行程 他可以交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怎么可能 我问你 现在用手机来捞就可以了 四天前我问你你去哪里 几点去哪里 他如果不讲清楚 我们用他的手机 手机定位 也可以来捞 手机定位 然后再跟他确认 你说没 他没有讲 不是说没 他还是可以找得出来 我们台湾的高科技支 可以来配合这一次的防疫 那为什么公布这些地点那么重要 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部分表示说 我们台湾的防疫在升级 就是刚刚前中有讲 公布这些 让大家知道 你如果有可能经由那些地点的 你自己要自由观察看 不要都无所谓 等着人家来捞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变成要靠人民的主动通报性 不是被动被捞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要到了 这就是我们叫做 防疫准备升级 做肃权的规划 这些很复杂 很复杂 他第一天先坐车车 对 他如果过来去转捷运 捷运后去坐火车 火车后又坐客户了 虽然他做的这些 目前大部分很多人是戴口罩 另外一个时间短 不是像在邮轮那么长 所以这种部分 大体上不大会在里面传染 我们也可以了解 尤其是现在是还没有所谓的社区散布 但是他本身是个案 这个有可能是阿祖罩吗 韩国那个阿祖罩你知道吗 超强感染者 应该不是超强感染者的病毒变种 应该是他本身教会的活动 他本身活泼到处 到处去 就是做接触 到处去跟人家接触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人是不是有 倒是接触 我比较担心的是 他有没有去参加所谓的 他们外劳的会聚会 那种 这个我觉得最严重 那个比较严重 因为他们六日的时候 你来啊 我这个也给你吃一下 我带的东西 你师傅你带 我跟他做人聊天 这个部分我比较担心 如果是坐公车 坐什么捷運 我觉得还比较好一点 但是还是要请大家 如果有的话赶快通报 好 来 师傅你帮我 我觉得比较大的隐忧 的确是他们这些外 假日的时候 在这边上班 因为六日 他们至少要休一天 通常不是六就是日 他们都会有大型的聚会 他们的同乡在一起 大型聚会的时候 恐怕就不会像他们 搭公车捷運 大家都戴着口罩 因为他们就是同乡 一起吃东西 然后在北车那个地方 好像有五 六家的 印尼 旁边那里 印尼特色食物 就是专门是印尼人聚集的 好 那如果他有参加这种 他的同乡之间的这些聚会 然后这些同乡的聚会 因为假期结束了 只有一天 礼拜一 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照顾的家庭 然后这些人 如果被这个人给感染 然后大家回到的家庭 会不会又引起了其他家庭 所以我觉得那个接下来的问题 我们的确应该小心 那就目前台湾的 插合话 你二月 应该二十二月二十二号是礼拜六 对 二十三号礼拜天 不过他的 还好还好 他应该在拜没去 没去到台北西方 他不是合法的移工 他是非法移工 非法移工基本上是跑单帮 所以他没有劳基法 就是说我们刚刚慈禧姐讲的 礼拜天可以休息 就是我们对于移工 如果是合法的移工 他有劳基法 所以他的雇主要让他依法休假 他有上班日 有休假日 那他其实 他其实因为他是非法的移工 所以他是没有 他是没有 第一个他没有他的仲介公司 第二个他聘雇他的人 就不知道是固定雇主 还是不同雇主 他可能是我这个医院 我刚好 我在医院我有家人生病 我需要找一个人来看 来做个短期看护 那我找不到台湾的 有人给我補 補一个公 还有一个印尼的 他以前可能当过看护 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在 没有被人家聘了 因为在台湾 如果他是这样的状况 他是不能再留在台湾工作了 他的身份是所谓这种非法移工 所以现在的麻烦是 第一个他的上班日 在哪里 是什么时候 可能跟一般的移工状况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他进出的家庭 可能就跟一般移工不同 一般移工我是一个家庭 我是固定被一个家庭聘 他可能会是短时间之内 被很多家庭人流聘 两三天一日 还是一星期一日 第三个就是他进去的医疗院所 再来他接触的人 比我们想象的可能多 第三个比较更麻烦的就是 会需要移工的家庭 也就是你可能有老人 他更容易感染 他接触到的就是 更容易感染的人 而且是进到人家家里面去 当然现在他今天公布出来 这个非常爬爬燥的行程的麻烦 就是这些是你不知道他会接触谁的 所以他有两趴 一趴是知道他的接触者 比方要照顾的家庭等等 另外一趴就是这个部分 耶路方老师 二月十七号早上下午三点零七五你在哪里 要看一下我的行程 这个要看一下 但是我必须要讲 因为刚刚讲的二十七到三十一例 那个家庭 二十七是爸爸 二十八例是他的大儿子 然后他的二儿子是二十九例 然后三十例是这位爸爸的太太 然后三十一例是孙子 三十一是他的孙子 这一例是住在新北 他们的社区好像已经曝光了 因为现在就变成说 政府一直在说 要不要去公告这些人的所在地 那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我一直是反对 因为我认为说 其实以我们目前 就是我们目前一般民 台湾民众的生活习惯 其实是足以去 足以去对抗这样的一个疫情 包括我们都有戴口罩 我们进入到集合式住宅 大概都有消毒 包括我们现在到很多的地方 我是觉得应该是够 因为如果你真的公布 他在哪一个社区的话 我会觉得那个 的确会造成很大的恐慌 比如说他 我们讲比例原则 任何就是不能够 炮弹去打小鸟 如果我们今天去公报 可能大家会更提升 自己的这些防疫 但是那个可能 制造的恐慌会更严重 那而且你即便 我们目前的这个防疫的方法 其实已经足够了 你再增加 其实难道真的要穿隔离衣出来吗 难道真的要 所以也没有那个必要性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考验政府了 这个大家要同理心 对 你想看他们这么七十年 他们有五个人 现在要治疗 对 对不对 护押隔离病房 然后剩下 小儿子的太太 大儿子的太太 然后能够去买菜 然后照顾家人 紧密接触者的话 是要居家隔离 要居家隔离 他的紧密接触者都是居家隔离 所以他们家的人 基本上现在捞到的 他们家的人应该 都不会在外面爬爬照 都不能出来爬爬照 不然我是觉得 江千比的意思是 搞不好有一天是我们重 对 那我们重的时候 你希望人家怎么对待我们 对吧 其实你这个家庭的状况 我还是补充 就是说 以我们现在的疫调 这个家庭里面的 就是所谓的亲密接触者 就是他们家 目前确认是阴性的那些人 都是居家隔离 也就是地方的里长 要去确认他都居家隔离 那我们台湾的疫调 做成这么紧密的状况 我相信他们家的人 有跟谁接触 大概都已经都去做了检查了 第19例那个白牌车司机 他的女婿工作的那个公司 有没有 那时候调到他们这个资料的时候 他的公司就关了14天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 我要讲的是 在这个社区或社区附近的人 不用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人 他平常会接触到的人 大概在第一波公布的过程中 就已经全部做完检测 然后是阴性 然后留在家里了 了解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 这个是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 这个外交部今天宣布 暂停向 想到回教圣地 卖家朝圣的信众 何发签证 其实这是很大的行李 对 但是沙地阿拉伯还是不发签证 为什么 其实沙地阿拉伯的疫情不严重 可是他们还是不合发签证 因为 他说 到卖家朝圣你可以在 今年的任何时间来 这个其实就是要谈 妈祖烙尽 不过标哥 他有看到民意 那他也同意延期 来我们来看不下 延青标站在庙门口亲自迎接 徐国勇下台中登门拜访 连副董事长郑明昆也陪在一旁 要解决绕井难题 肯贪钱得先拜妈祖 要感谢我们赞兰公司长 我们也是我以前立法院的老同事 这个三千万 这个赞兰公已经把三千万都捐到我们的防疫中心了 徐国勇用利润老同事秦宜来肯谈 主动秀出赞兰公捐款三千万收据 感谢延青标出钱出力 把面子通通做给他 绕境难题要转弯 其中折充可不少 我们必须有一个政府啦 政府这么指示我们叫什么来 谢谢总统 这个天内也要演技 这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民的安全 特别提到总统主动暂缓抚放活动 抚放的态度成为关键之一 延青标在二十六号早上九点 仍坚持绕境不会暂停 下午两点总统宣布暂缓520就职活动 先为大型活动举办原则定调 一个小时后徐国勇先打电话致意 再派次长打电话约时间面谈 第二通关键电话就是陈时中 让严青标在二十四小时后 做出绕境战款决定 我们通电话是在严董事长 他希望就是说能够跟我们来参采一下 我们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意见 那我也很清楚跟他讲说 现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风险 我们认为很高 那如果能够有其他的一些应变的作为 应该是比较好 陈时中最后的电话用防疫专业打动严青标 政府缤分两路跟湛蓝宫沟通 蓝绿正要一一表态战款前往 网络舆论一面倒挺延期 也成为镇蓝宫压力来源 陈时中用专业说服不断折冲 让政府与庙方在面子与防疫需求间创造双赢 好那么这是今天TVBS做的最新的民调 最新的民调 针对大甲猫组的绕境活动所做的民调 65%的民众认为应该暂停 只有17%认为不应该暂停 65比17 中张头跟高平棚地区民众认为应该暂停的比例 稍微低一点 60% 连中张头都60% 认为中张头认为不应该暂停 只有20% 那对于武汉台商回台湾的问题 满意的民众有59% 等于六成是满意的 不满意的不到两成 59比19 换句话说 这个武汉台商要回来 政府坚决直采暴击 除非你像许有病童这样专案 82%的民众满意政府处理疫情的表现 比例比上次还增加11个百分点 再增加 上次只有71% 现在是82% 不满意的比例减少为剩下8% 82比8 然后民众担心武汉肺炎扩大传染比例 增加了一成 上次67 现在变77 其实民众是担心疫情继续扩大的 不担心的比例反而减少到剩19% 77比19% 担心扩大 所以大家其实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 我再请教一下范老师 你怎么解读这个民调 我觉得TVS大概我们都知道它的色彩是比较偏蓝 那也能够抓住 表示第一个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对于武汉肺炎是非常的紧张 所以人家说这可能是因为台湾没有参加WHO 所以我们特别紧张 我们没有人可以靠 我们只能靠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参加WHO的一个附加的 意外的收获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台湾民众这个紧张跟忧虑 其实你看到就是说包含这个有关于 很多人在吵了武汉的包机的事情 表示台湾人是认为是说政府的处置是对的 就站在政府这边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就是之前的三个原则 包机 第二个就是要对 要我们老弱妇孺 第三个就是名单要我们要经过我们这边同意才可以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政府的立场 就是要坚持下去 绝不能有任何退缩 那包含就是大家对政府的反满因又增加了 82%的满意度 这真的是非常高 为什么那这个TPS比较偏蓝 马英九都站在少数那一方 马英九的判断能力一直是不准的 这个已经是有世界公认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已经穿将他闭嘴 所以他之前的部署才说他并不适合当总统 马英九今天说他现在才知道 那个说他认命的 杨志良说他只做对一件事就认命我当 不想使出两位 只做过这一对其他的事大家都觉得做不好 那马英九说你怎么现在才讲 因为你家当初不好意思说 你已经下台这么久了 我觉得现在大家 但是大家的确会担心 你说这个满意度82% 现在整个的这个武汉疫情呢 哪一个国家的防疫做到这个政府是反而是支持度增加的 我们看没有吧 安倍现在大家下台 文在寅大家要罢免 那现在大概只有 习近平也在巩固政权 习近平对巩固政权 每天出来每天上电视 每天要告诉大家 林郑越有更惨 打零分的有60% 然后你看那个 9%而已 对然后 然后新加坡李显龙出来喊话 大家还不是卫生纸买光光 所以蔡英文今天 蔡政府这次能够 因为这个疫情反而能够增加大家的支持度 我是觉得连很多莱茵的支持者 虽然表面上嘴巴不讲 这个不愿意承认 但事实上 他们也看得到 民意是这样支持 那当然我觉得大家 为什么现在会担心这个扩大 或者还是我们现在 担心会扩大疫情的人占多数 担心自己会感染人占多数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接下来政府真的要考虑 就是现在跟对岸的四个航线 我觉得如果是必要的时候 四个都市五条 四个都市 我的机场是不是要断掉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还有就是对韩国 对日本的这个班机 是不是要更严格 要更严格 因为我觉得 现在民意是站在政府这边 我觉得采取一个更断然的措施 是民意之所向 但是我们看到 如果今天台湾像韩国 像日本这样的话 你看不要讲什么 我们的高科技 都如果有 因为我们在新竹科学园区 这些高科技产业 它都是密闭式的 如果有人感染的话 那不得了 来 刚刚谈到日本 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因为台湾人最爱去日本 对吧 日本到目前确诊是899 死亡八个人 可是这899老实讲 不能全算他的 因为钻石公主号就705 对 所以把钻石公主号扣掉 它其实大概接近200个案例 对 可是刚刚我们讲韩国多少 韩国1700多 1766 对 那日本可是日本不到200 刘里尔 我们这个作家 旅日的作家刘里尔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日本政府 把所有日本人都当傻瓜 日本国民现在是气疯了 因为日本政府觉得 不检查 则确诊人数就不会增加 然后就可以办奥运 难道全世界人都不知道 这种骗人的手法吗 他说这样搞 哪有国家的选手敢去日本 他说现在是 确诊如果轻症 就不要去医院 因为医院不会理你 要等到变成 必须进江户病房的重症病患 才能求医 若只是出现症状 那更不要去医院 因为医院不会帮你验的 他说各界现在对日本政府 作为的放任感染 而且打算对国民见识不救 一片哀鸣 像韩国现在每天至少验3000人 可是日本是一天验几个人 他说日本现在一天验100个人 可是日本有多少能量 他说日本的民间检查 一天可以验好几万人的能力 他说韩国一天可以验3000人以上 日本只能验100人 国际上谁都明白 日本是不想验 然后他说日本现在 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低调 要面对武汉肺炎 目的是什么 习近平要来 再来为了办奥运 怕验出的确诊人数多 就没有办法办奥运 因此坚持不肯验 导致事实上到处都可能遭到感染 尤其安倍到现在不进入客 根本没有防毒可言 甚至连口罩都被中国吸光了 日本人怎样也买不到 安倍也不敢管制口罩 他说现在还在继续迎接入客 而且机场的检查 或者是飞机中还故意 不提武汉肺炎 或者是新冠肺炎的名称 对中国真的很费心的对待 非常听中国的要求 不去面对疫情 据说自民党有亲中高干 不断对厚生劳动省 施压不要检查 你听到这里就觉得很恐怖 搞不好问题很严重 只是不检查而已 而且他37度半要烧4天以上 你才可以去医院 那不是烧4天都已经昏倒了吗 没有 这件事我非常有意见 因为我觉得 你知道我现在正在看一篇文章 他是去探讨说 假设这个病人转成所谓的ICU 就是所谓的重症病人 跟他的死亡率的关联性 他里头就有去捞这些 所谓的重症病人 他的各种症状 98%他都有发烧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烧超过4天 其实它是一个很高的警戒 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身体 可能已经开始 往不好的方向走了 所以其实我们倒回来 当然是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还是有很多人 会用发烧来表现 但是有一些人 是用轻症来表现 所以我觉得他的 所谓的弄发烧来做定义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很松 他其实也只管制了 湖北跟浙江这两个地方 而且现在因为日本推观光 然后都深入乡下 所以他变成大城市 加上乡下 都无可避免的 有非常多的中国观光客进去 我觉得对于安倍来说 他的确在排 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上面 把他的奥运 把他的三月樱花季 一年只开一个礼拜 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 对于他们的观光 他把经济这件事情 放在太前面 然后因为奥运他们也花了 很多的成本下去 去做准备 然后再加上习近平可能要过去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对于中国的松懈度 没有警戒心 所以就自然就松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 后来做了一个书包 再两天做一个书包 不是写不安倍增 不安倍增 安倍进三 大家现在对于他的信任感 是非常非常低 一直到现在 今天为止 安倍才终于做出一个决定 从3月2号开始 日本全部的中小学停课 高中以下 所以他只有到现在为止 才开始做这样子的决策的时候 你前面已经发生的 然后可能扩散的 然后你散漫不检验的 这些到底状况有多惨 现在还没人可以掌握 可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 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 台湾的民调可以往上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每一关都拔得很紧 在确诊的 往前溯源跟往后追踪 看看他可能影响的范围 其实我们都做了还蛮大的努力 譬如说陈其脉他这两天 一直像警察办案一样 在办病毒的来历 这个事情就包括他 蔡总统的就职 他都暂停了所有的筹备活动 因为总统就职 其实是规范在宪法里面 所以他只能在那个时候 520的时候就职 现在都为了疫情的可能的状况 所以要暂停准备 我觉得这个动作已经大到 让大家都知道说 连总统都要带头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难怪大家会对于 现在的政府表现 会觉得你皮真的绷很紧 那个信心的来源 那个支持度的来源 才由此了 任劉俊要补充 我觉得这一次日本的 当然他的应变到刚刚时期说 今天赶快宣布讲说 从这个3月2号开始 一直到4月春假的这个时间 让他这个所谓的 高中以下都停课 可是这个是不是日本官方 他第一时间能够做出的婚姻 其实不是 因为大阪市政府更早之前 就已经宣布 有很多的这个学校 是要停课的 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以日本的这个状况 当然我们不是他日本的国民 我们不会知道说 真正他的这个 整个思考的逻辑 跟他在防疫的这个脚步上面 到底做到怎么样 可是你刚刚有一句话 我觉得可能对日本来讲 日本人可能 没有很能够接受就是 这个所谓的钻石公主号 要不要算在日本的头上 因为你其实仔细看 一开始钻石公主号 到他开始出现这个病例的时候 跟后来你看他整个处理的情况 到后来整个蔓延的情况 你说日本政府 他在这事件没有问题吗 我认为刘立尔 他在那边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或许反映出来的是 很多的日本人在面对到 日本政府这一次处理的情况里面 他会不能理解的是 日本或许大家以为 我们以前只是去玩而已 我们可能印象中日本的油 吃好饮 日本的电器很棒 大家觉得说可能这个体系 对于日本来讲 日本人又爱干净 又怎么样 到全世界各地 他有很多的行程 不跟路客在一起 旅社要走住自己的 大家会觉得说 他怎么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离谱成这样 你如果基于说 只是为了要让奥运 可以继续办 我们回来问一个问题 现在还有多少人 敢去那里参加奥运 这都是问题了 所以当然还把这个东西 经济挂帅或者是说 他对于中国大陆 日本政治 你也跟美国表达 巴迪巴迪 美国也跟你说 我们是盟友 你现在因为很多的 反而凸显出来 你日本是不是在某方面来说 不是像过去大家所认为的 在国际事务上面 你跟美国是站在 同一个阵线上 你反而在经济 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你跟中国大陆 站在同一线的时候 那当然会让人家觉得说 日本人对自己 日本政府是没信用的 所以日本的武汉费 到底多严重 我们如果知道 他也没骗了 有的人骗他 就是把他动作是感冒 对不对 所以我们根本不会知道 那为什么一定要讨论这个 就是说 如果说日本 是不是暗闪大家判断 我是说因为台湾人 太喜欢去日本 这个风险 要让大家了解 另外一个国家 也很奥借 这个国家叫意大利 意大利 这个意大利 现在的病例 确诊病例 四百七 十二个人死亡 也非常严重 也非常严重 现在离的周边的人 都很少 都叫疼 可是意大利 这个防疫这么差的国家 竟然把台湾断航 说台湾人去意大利 要隔离十四天 那么 这个 他的 欧洲现在 很多国家被感染的源头 其实是意大利 现在 德国 二十五例 法国 十八例 两个人死亡 英国 十三 西班牙 十三 奥地利 瑞士 克罗埃西亚 比利时 瑞典 芬兰 希腊 挪威 丹麦 爱沙尼亚 罗马尼亚 乔治亚 另外 中东有伊朗 巴林 科威特 阿联 以色列 伊拉克 安曼 阿富汗 黎巴嫩 南亚有印度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尼泊尔 非洲有埃及 跟阿尔及利亚 美洲有美国 加拿大 中南美有巴西 亚洲就更不要讲了 亚洲大家很熟悉 从意大利 担出的 有什么国家 现在可以确实证明的 就是说 希腊这个是来自意大利 克罗伊 阿西亚也是 奥地利也是 德国也是 丹麦也是 瑞士也是 法国也是 西班牙也是 巴西也是 独国 这独国 我想请教一下署长 这个澳国家 是怎么可以修理台湾 国家虽然是澳 理由很多 香港香港那时候 沙船一看就拖了那些国家 这拖了很多国家 对 他上海是怎么办呢 因为 他拖中国真的好 一带一路 欧洲就是他 所以 仰赖中国不加多 所以 现在这个意大利 还会 都看什么 看中国 还会看世界卫生主持 所以这边 坦德赛 对这个 所谓 你看这个 你还不用联合国 就是 中国全部都有 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一开始 符合中国 中国当然是 灿害疫情 由十二回 带到 灿害了 我们可以把意大利处理一下吗 应该要处理 要怎么处理 我们也处理了 我们也要升级了 升级意思是说 升成什么级 升级 你說我不能去 我說你不能來 這樣就對了 他說我們不能去是不對的 那是按照世界衛生 我們是模範生 把黑面放在中國的底下 所以現在看到疫情的上升 還催不去台灣 還說叫中國放作為 所以很害怕就是這樣 但是他 黑面把它類成三級是有道理的 你看它上升那麼快 所以這個黑面類似是防疫 我們去義大利旅遊的人 是兩萬七千七百人 我們整期大家都不要去 雖然我們人數不是那麼多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台度 我想現在也沒什麼可以去 現在也不要去 舊爪 在義大利很多天主教徒 還是很像親的 我們去年從義大利進口 二十六億美金 有時候生意是很難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不用去那邊觀光 我們有沒有辦法怎麼處理 其實現在的狀況 我所了解的醫療人員 去義大利玩的是大宗 那現在我們醫療人員也不能去了 為什麼是醫療人員去那邊 那邊其實因為它的消費 還有它的旅遊習慣是 很多醫療人員 如果有機會去旅遊 或者是開醫學會 順便玩 醫療人員 醫療人員 要去玩什麼 當然它也是一個文化大城 所以它是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大家很喜歡的一個旅遊地點 那當然我們現在把它的旅遊警示提升到三級 政府做這種旅遊警示的提升 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是這樣如果需要退費的人 他比較好處理 他跟旅行社比較好處理 那其實現在看到這種全球的疫情 這種狀況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第一個太相信WHO 下場會很慘 第二個跟中國太接近 下場會很慘 尤其義大利一開始 對我們就是 你看那時候斷航的時候 我們跟越南還能溝通 我們跟越南說我們跟中國不是同一個國家 很快它就處理掉了 菲律賓 菲律賓我們也很快跟他們溝通完 他們也解決掉了 那義大利就是態度很直接 就認為說台灣跟中國是同樣的一部分 那你搞不清楚 你要你把這兩個國家分開來看 你就有機會學台灣的防疫 你要把它放在一起看 覺得中國很厲害 台灣跟中國一樣 那你就學中國的防疫好了 所以說接下來我想義大利現在的這個疫情 像它最近爆發的那個是 去跑馬拉松 它接觸者是五萬人 這五萬人你根本也不用做疫調了 你一樣就是等一個一個爆出來 所以會越來越嚴重 會越來越嚴重 那義大利又 因為在歐洲 它歐洲國家其實像剛剛好像有一個 斯洛伐克也沒有列進去 斯洛伐克的總理還是誰 好像也是一個 他也被列現在在隔離當中 所以其實整個歐洲 因為歐洲他們歐盟嘛 你來來去去交通上面非常方便 你也不用另外申請簽證 它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我可以說你是哪裡來的 我在簽證上面我做了處理 那它不是啊 大家來來回回 所以接下來我想歐洲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台灣呢 我們那時候花了那麼多經費 我們做了台灣的這個口罩產業 我覺得以現在全球的疫情來看 台灣這個口罩產業不會只供應台灣了 接下來應該會是全球 我們很好的一個經濟發展 我跟大家講五個故事 中央社今天報導 說我們在羅馬僑務促進委員 叫周承毅 他在臉書呼籲台灣的僑胞 你去義大利要注意安全 因為他們現在仇划滿嚴重的 已經開始燒起來了 米蘭台商會的會長賴天福建議台僑 在這個非常時期不要去不要出門 因為意大利有個媒體叫做今日薩勒諾 說一個中國女孩跟意大利的男友 昨天在坐火車的時候 從南意大利的城市薩勒諾到拿破裏 車上一個五十幾歲的拿破裏男子忽然大罵中國女孩 說你是有病毒並且動手推打他 這男友就上前保護也挨揍 最後這個中國女孩從皮包掏出一罐黃狼噴霧才還擊 現在我們再講另外一個媒體叫開放雜誌 這個開放媒體說 目前在意大利身為華人是噩夢 它的標題是這樣 因為在一個城市叫微城煞 一個意大利經商的三十幾歲中國人去加油的時候 因為沒有小超 所以就拿著五十歐 五十歐應該差不多千六塊吧 不急 千五塊 應該現在跟美金差不多 走進旁邊的咖啡店換錢 沒有想到一進去 服務生就大叫 你有病毒不能進來 接著另一名在座的三十幾歲意大利顧客 馬上拿起酒瓶砸向中國男子的頭 到這種地步 這麼激烈 新聞照片裡面 這個中國男子被打得頭破血流 相當驚悚 再來 意大利的大報叫網遊報 報導 知名意大利DJ叫華契內提 他在推特上貼出影片 他說他遇上了生平最可怕的場景 他出門運動的時候 遇見兩個意大利青少年 包圍侮辱一個中國老人 那這個DJ上前制止 但對方繼續把老人推打在地 意大利時報報導 22號一個中國女子在北意大利城叫杜林 被辱罵毆打 這是不是發生在深夜或郊區呢 不 是下午四點 在市中心 一個冰淇淋店外面 一對意大利中年夫婦 痛打中國女子 高喊 中國狗屎 帶著病毒滾出肚臨 造成這個女子頸部受傷 再來 意大利新聞報 不只華人甚至亞洲面孔都遭食魚之殃 一個菲律賓人日前在超市被當成中國人辱罵 他生氣的回罵對方 並且強調自己明明就是菲律賓人 I am Filipino 他就搞不清楚 這個雙方爭執扭打影片被路人拍下 在Twitter瘋傳 歐洲時報義大利版昨天報導 羅馬中國城一個中國女服務生 在路上被幾名外籍移民辱罵 他回嘴以後遭到圍毆 一位外派到義大利工作的台橋透露 他日前一進餐廳吃飯 旁邊有八個義大利人都要求換桌 當場感覺真的很差 因為他把你結了 你是誰 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他怎麼知道你是台灣人 那我們應該怎麼區隔我們是台灣人 最近有很多人在賣那個logo 有一個小別針 就是他們出國去玩的時候 有一個小別針 上面寫I am Taiwanese 那義大人分得清楚嗎 前一段時間有 前一段時間還有人做LED背包 他就背在身上 後面就是會有LED的字就寫 我是台灣人這樣 I am Taiwanese I am not Chinese 就用這個方式來讓人家知道說 我不是中國人 你有背嗎 我沒有出去 我出不去 有背嗎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會是 接下來在歐洲的一個發展 為什麼 分圍 這個氛圍是來自所謂的 一開始的病毒 可能是從中國或者是武漢 這個地方帶去 可是到底在歐洲國家 會不會自行的拓展 我會講這件事情是這樣 當時我在看到義大利他們被 所謂的大爆發的時候 其實我滿驚訝的 為什麼 因為大概在約末一個月以前 曾經有一些預測學者 去看這支病毒 因為這支病毒長得非常的像 我們做過去的SARS 當時SARS的一個傳染途徑 是叫做我們冠狀病毒 外面有個S蛋白 它跟我們身體肺部的 一個ACE2的受體結合 所以我們每個族群 它的這個ACE2的含量是不同的 所以他們就真的去分析 說他們這個是真的有一個 學者去分析說 因為我們每一個種族 它的一個ACE2的含量不同 所以會隨著比例的不同 它的嚴重度可能不同 它就做出了三個階層 一個是90%以上 比如那個時候 剛好日本正在大爆發 中國大爆發 所以他們就說中國人 漢族 日本人 他還有寫到越南人 他們認為這一群人 叫做高風險群 就是你得的比例高 你得重病的比例高 第二個族群 它是落在60到90% 這個中間 這些就是比如說 美國人 非洲人 但是這時候 如果大家可以仔細看 它把義大利放在最後一個 它是51% 最低的 也就是全部的最低 當然它的數據 不是那麼多人 它不是每一個人 都去做這個研究 所以當時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內心 對於這一次的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本來以為 它可能比較局部的 坐落在亞洲區域的爆發 但是隨著它這個東西的 其實你去看 變得是全國化 你打開電視 會聽到各個國家的語言 正在報導 他們正在有確診病例 其實我覺得 應該會對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重新刷系 它對我們的認知 它可能已經不能再用 過去的任何病毒的邏輯 去判斷它 因為它可能隨時都會改變 那你出國 如果人家問你 你是哪裡人 你會怎麼說 可是最近真的 我們都出不了國 如果出國呢 其實我有朋友 他前段時間剛好去日本 那時候都還算是風平浪靜 日本人也是分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會放棄 因為什麼 他們當時就說 大家在溫泉泡澡 兩個人在講中文 旁邊日本人滿客氣的 他們一開始是沒有離開 但過了三分鐘後 人就離開了 是喔 分分起來喔 他們就分分的起來 但他們很客氣沒有立刻走 但是當你開始講中文 所以我覺得在意大利 或者在歐洲國家 更分不清楚中文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都說台語 我去一點會比較安全 或許台語不錯啦 這個選擇 OK 好 等一下我們來關心中國的狀況 來 好 這個 剛剛任俊有說 最新的安倍晉三宣布 日本全國中小學 3月2號開始停課 3月2號開始停課 這個人數多了 另外我們再來看 這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是很不應該的事情 世界衛生組織把台灣收理到這樣 叫中國控制掉 對不對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 美國一年繳 這是2018年的數字 美國一年繳2.81億美金 2.81億是多少 80 80幾億的台幼 英國繳2億美金 再來是德國繳1億5500萬美金 日本繳8700萬美金 連科威特都繳6100萬美金 瑞典繳4900萬美金 挪威繳4200萬美金 澳洲繳3500萬美金 中國繳600萬美金 中國繳600萬美金 結果中國控制世界衛生組織 所以中國是單點突破 他們買這個小國家的人 然後這個人就去 國際組織裡面做一個 樞紐打官的工作 這樣等於他 不但控制了這個小國家 還控制了大型的國際組織 對中國來說 我覺得是一招還滿厲害的很招 對 控制了一些非洲 日本甚至在講說 他可能不是交給世界衛生組織的錢 他是交給個人的錢 因為日本也有這種文化 所以他知道說 應該是這個造成的嘛 你看這兩天到中國去考察 那個世衛組織那個專家 講得在北京 中國怎麼防疫多好 我如果生病我要在中國 我是我要在中國 我看他 整個世衛組織大概都已經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中國也很厲害 他介入這些組織 收買 然後他就可以掌控 然後他也知道 他有可能會發生這種大的疫情 包含之前的SARS 還有這次的武漢肺炎 他找這些WHO的人來幫他背書 然後增加國際的信心 因為他現在要復工 因為中國經濟現在沒辦法了 習近平來講 現在如果不復工 不復工是等死 復工是找死 不復工經濟不行 失業率增加 那就是等死 可是一復工可能會二次傳染 可是對習近平他這樣怎麼想 他覺得 因為武漢肺炎的感染率 大概20% 但是如果我不復工的話 我經濟垮的話 失業率增加 我政權倒台可能是100% 那一個是20% 一個是100% 選哪一個 20% 對他來講 對他的政治來講 他寧可讓他20%的人犧牲 但是我的政權獲得存續 所以這是他的想法 我跟你講 3月4號或5號 要選一個非常重要 那叫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美國現在怕那些國際 中國體 中國體 因為那是制定世界規則 智慧財產權 世界規則的最高的機構 中國是山寨之國 對 他沒有智慧財產 所以他拿進去 後面就是 就是Tofi做法院的院長 對 對 他是山寨之國 好 那中國說 他們昨天有26個省的武漢肺炎的病例是零 除了湖北以外 除了湖北以外 一整個國家一天只增加5個新的病例 再講一次 昨天26個省的武漢肺炎新增是零 除了湖北以外 所有的省市一天增加的是5個武漢肺炎 來 先請教育林醫師相信嗎 我們難以想像 以他之前那個數量 你不太可能是這種 突然之間掉下來 你可能會慢慢 如果他真的控制得很好 可能慢慢慢慢減少 但是你說病例數突然之間不見了 這個不可能 我覺得我是沒有辦法相信這個數字 你不相信 對 陳醫師信嗎 因為其實這個疾病 它的一個發生時間 有時候到14天 有一些人到他出院大概28天 所以如果我們以他的高峰期 去換算他現在的所謂的一個 這些人 有些人還在路上走 所以這些人還是有機會在穿染人 以這樣子的一個邏輯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趨緩掉得有點太快了 太快了 現在韓國好像增加的速度 已經超過中國了 對 你覺得是嗎 我們在解讀這些資料的人 最辛苦的就是 只有那個數字可以看 心裡其實又不相信 然後他們的作假 有時候又太出招 比如像說習近平剛剛 他換了人以後 不久他就說 你看好了 歌功頌德 表示換人換得對 但是我們都知道 包括台灣的經驗 你如果把一件事情作對 因為有一個潛伏期 因為你作對 已經感染的人 還是會慢慢發病 所以理論上要兩個禮拜以後 才產生效果 台灣那時候SARS 我們做得很明顯的東西以後 在四月底 五月持續 果然到五月十五號 十六號就開始下降了 那下降當然要一定時間 沒有什麼快速下降的 對 那所以有時候他們是筆拿起來 就寫 那又要看他後面 那個共產黨說可以寫多少 就寫多少 這對我們來講很痛苦 你真的沒有辦法相信 我記得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全國發動捐款 很多政府官員都捐出一個月所得 對嗎 對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 習近平為了疫情 他捐款 對啊 為民情懷 捐多少不能講 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整個中國都是他的 他要捐多少算什麼 不是 你就捐多少 就講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他有捐就已經很為民情懷 所以數字就不是重點 我覺得他那個 就是文宣 為了鞏固政權的文宣 所以你剛剛問那個數字 有沒有人相信 大家都不太相信 因為那個就是 穩定政權 就是管理數字 他為了政權 所以每天的數字必須要合可 這樣子才可以 開記者會的官員說 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 就一切都 馬是為了任權 你們不信 一切都是為了做宣傳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 這兩天台灣不是有看到 一大堆的謠言 送青蛙到屏東體育場 然後大巨蛋 這邊弄很多屍體 然後台南高雄屍體很多 一卡車一卡車 運到台中去燒 所以這些都是他 我覺得都是中國的 整體布局計畫的文宣 你們台灣很爛 你們其他國家都很爛 而我們國家你看 數字管理得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的領導人 又有為民的情懷 有在捐款 所以我覺得那個都是 更加鞏固他的領導威權 五毛在攻打台灣 對啊當然他們很忙 可是五毛的攻擊一點都沒少 這個五毛的攻擊台灣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這個假消息說台灣一天 因為武漢肺炎死幾個人 需要用到大巨蛋 用去那邊產屍體 應該是還滿驚人的數字 而且還有一些謠言說 高雄屏東是每天好幾輛卡車 載屍體運送到台中去燒 所以台中的空氣不太好 需要用到大巨蛋 用去那邊產屍體 應該是還滿驚人的數字 而且還有一些謠言說 高雄屏東是每天好幾輛卡車 載屍體運送到台中去燒 所以台中的空氣不太好 所以就是這兩天有非常多 這樣子的五毛在弄 這樣子的這種留言 不管是在臉書上面 或者是LINE群組裡面 很多都有這種東西 能進入看對不對 我看了幾篇 包含剛剛提到說 什麼在小區什麼的 我覺得這樣講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 網民其實看不太到Facebook 所以當然台灣這邊 你可以看得到一些訊息 是他用這個言論 大家會覺得荒謬 可是我比較擔憂的是說 難道他只會用中文 發這些假訊息嗎 他如果用英文 發Twitter 發其他的地方 這才是你剛剛提到說 有些國際的媒體 或者是甚至有些國家 是不是在政治操作上面 你說他真的不知道 台灣是哪裡嗎 你再回想一下 這個疫情剛開始 沒有多久的時候 很多國家的國會的議員 甚至他們有一些人 都一直呼籲台灣 應該跟中國大陸不一樣 台灣應該加入WHO這個組織 所以怎麼會這些人突然一瞬間 通通這個聲音不見了 然後開始取而代之的是這一些 就我們用我們現在 在台灣的角度來看 這些言論很荒謬 可是他這個訊息 如果傳遞到其他的國家裡面 有些國家搞不清台灣的 對 他就是說 你看這麼恐怖 你看他也用漢字在寫 不一樣 一定是倒閉的 我覺得他裡面會凸顯出來 是那種傳播效力的可怕 所以台灣這邊有人覺得說 你們幹嘛把他當真 那就是五毛在那裡搗蛋 你當然要當真 你覺得全世界語言 只有中文一個嗎 只有一個華文嗎 不會嘛 他有各個地方可以去放送 這才是在這一段 你看這個禮拜突然這些言論 都出來了 近幾都出來了